2020年9月10日,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委员会,21世纪房车,房车世界主办。 房车世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承办,以引领房车未来,中共房车家族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房车录音展览会,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房车录音大会,在房车世界北京房车博览中心盛大开幕。 来自行业内的领导、企业代表、国内外主流媒体,以及房车家族彻与医疗参加了开幕式,现场气氛热烈,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为期4天。 本届展会总展出面积达10万多平米,参展企业达400余加,其中房车企业达120余加,展出房车800余台。 其中新款房车达到了300余款,预计参观人数可达10万余人次。 目前中国北京国际房车录音展览会,已经成为行业企业全新房车发布的首选平台。 21世纪房车创办的展会,主要目的是为了聚合房车生产制造商、配件供应、销售驻地、改装保养以及旅行录营地等房车全产业链的精英,构建一个综合的交易平台。 使房车内的企业能在远瞻房车录音行业的大旗上依托自身优势、加深合作、共享资、愿共赢未来。 中国的自营房车品牌愿共同携手打造中国房车录营地、聚集地,共同签署2020年下半年远汇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。 今年由于疫情,全球经济及旅游业受到了巨大影响,车友的房车自驾游也同样受到了阻碍。 本次展会针对时下形势和准备了文旅复兴,自驾先行役后自驾游与房车录营高质量发展研讨会。 为疫情后的旅游及录营行业复苏以及车友如何做好,自驾游的个人防护展开深化研讨。 作为中国房车录营行业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,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,我们将与房车展商与房车家族车友,一起共创幸福美好的房车录营和谐生活。 希望所有参与本次展览会的参展商、房车家族车友、录营的采购商和参展观众都能在本届展会上获得圆满的收获。